前年就是去泰国 然后我在泰国的时候 就一直很想吃清咖喱 因为我很喜欢清咖喱 然后在那的时候一直在找 结果在最后一天晚上 我们去了一个夜市 然后在夜市就终于找到了 然后当时在吃的时候 我就在想 味道有稍微 什么稍微不太对 但是我反正就是想吃清咖喱 所以我还是把它吃下去 第二天早上 我就很早就得 就得去机场 去坐航班回上海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就是坐上地铁 地铁刚关门 我就开始 有点不舒服 哇 这个 然后 然后你的屁股开始打开 然后我在地铁上 我真的就是 还好我包里有一个塑料袋 然后就把塑料袋拿出来 然后当场就在地铁里面 就直接吐在塑料袋里 真的 吐了 吐了还是这边吐了 吐了 那个不叫吐 sorry 透明的塑料袋 透明的塑料袋 对 然后正好在那个时候挤满了 然后我开始吐 人家就散开了 然后我就我就在想 好 我第二天我必须下车 我必须下车 然后曼谷的地铁站里面 没有垃圾桶 是的 没有 也没有厕所 没有厕所 没有垃圾桶 所以我在那边 我又不好意思 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装着那些东西 把它就随便扔了 剩下的40分钟 到机场 到40分钟 一直 就是一手带着这个塑料袋 就在那边 你没有包吗 你没有包吗 我不想放别的包里面 万一它撒了怎么办